重磅爆料,体验服新增哥斯拉模式 本期视频就来带大家全面了解一下 首先,哥斯拉模式是在海斗地图随即匹配 在出生岛我们就可以看到 有一只非常巨型的哥斯拉在这里咆哮 当我们打开小地图就会发现 地图上新增了很多种的符号 这些符号分别代表着什么 这里都是有标记的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 我们主要来看哥斯拉 在地图上会出现一条哥斯拉的行动轨迹 当我们来到哥斯拉的行动轨迹这里 就可以找到哥斯拉 其实这个哥斯拉也是有技能的 首先第一个技能那就是神龙摆尾 一个神龙摆尾足以将一个小型基地完全摧毁 威力也是非常大的 然后哥斯拉的第二个技能 就是朝着天空发射一束蓝色的激光 至于这个激光到底有什么用呢 暂且不知 还有一点就是当我们靠近哥斯拉的时候 哥斯拉就会对你使用一个神龙摆尾 并且把你击飞 被击飞后的伤害也并不是很高 除此之外 在这个基地里面的污渍也是非常肥的 说完了哥斯拉 我们再来说一下怪兽的聚集地 我们来到怪兽的聚集地这里 就会发现这里有很多的怪兽 别看他们体格不大 其实伤害也是很高的 将怪兽击杀之后呢 就会掉落大量的物资 还有最后一个点 那就是哥斯拉其实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海岛哥斯拉 而第二种哥斯拉呢 位于山谷地图 它的样子非常像一个机械暴龙 所以我们就叫它机械哥斯拉吧 这个哥斯拉的技能呢 是一点伤害都没有 除了技能没有伤害之外 这个哥斯拉似乎是不能动的 除了可以在原地咆哮之外 别的没了 也可能是因为官方还没有做完 总之这次的更新非常有趣 感兴趣的小伙伴 一定要去体验一下 视频点最后不要忘记关注点赞哦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